巴特斯,俱乐部的黄游手,国家队的冠军守护神,尽管在俱乐部屡次犯下低级错误,但是不可否认的是,巴特斯确实是法国队的冠军守护神,荣获一座世界杯和一座欧洲杯的他已经成为足坛传奇,这些成就也应该被人铭记,尽管巴特斯在俱乐部出现过各种低级失误,但他在曼联效力的三年里也捧起了两座英超冠军,可见低级失误并没有阻挡他收获冠军的脚步。 在俱乐部享受快乐足球的同时,巴特斯在国家队的表现却有板有眼,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,巴特斯与法国队站在了世界之巅,我们也见证了法国队布兰科在决赛前亲吻巴特斯光头的经典场面,两年后的2000欧洲杯,法国队从门将后防线,中场和封线来看都是星光熠熠的配置,法国队夺得队是第二座欧洲杯冠军,三年两关的巴特斯与法国队一同称霸世界足坛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